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策马奔腾活得潇潇洒洒 在川南大草原尽享对酒当歌艳阳天 绘画乾坤形容日月 艺术的根牙盛放在内江这座城 万物千门开一声木歌此处来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公公乡村频道 乡村旅游体验节目 美丽乡村 我是依依 青山横北锅 白水绕东城 内江古城汉岸 是李白诗里 富奏金青花厄楼的填城 内江市位于陀江下游中段 处四川盆地复兴 成于两大都市中央 春秋时期 即为古蜀国的军事重镇 秦昭湘王平定蜀侯叛乱 设巴蜀两郡 汉安即是川南咽喉要道 内江的历史渊源 直到现在 依旧对生活在当地的人们 产生了重大着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众所周知 内疆是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的故乡 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 对世界和自然的感知 似乎都带着艺术家浪漫细腻的视角 内疆人热爱艺术 也重视对下一代审美的培养 因此内疆乡村的艺术教育事业 也一直在向前发展 不愧是书画之乡 很多人都觉得艺术是高大上的 艺术是非常难的 离自己很远 但是在张大千的故里内疆 这里的艺术是生活化的 走进大千医院 可以看到我身后五个这样的建筑 他们其实都是这样的手工工作室 大家来到这里就可以感受艺术 品味艺术 在内疆市中区上滕新村 有这么一个艺术实践基地 大千医院娱乐园 这里色彩鲜活的房子 为这片田野增添了生趣和浓厚的艺术气息 是谁说田园生活和艺术不可兼容呢 在这里 乡间的风 村上人家的鸟鸟吹烟 和油彩 画笔 陶土 相得一张 艺术抵挡心灵 在大千医院可不是说说而已 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 走进美术馆就看的是大师级的作品 但是在大千医院的美术馆里 这里展示的都是小朋友的作品 你看我身旁的这幅是不是特别的充满童趣 第一眼见到这些画框里的作品 你会不禁感叹画笔赋予孩子神奇的力量 不拘泥于条框规则 不拘泥于颜料的色彩 不拘泥于万物本有的形状 墙上展出的一幅幅作品 都能够流畅地表达出 孩子们自己内心的小宇宙 我想大千医院的独特之处 就是能让身处其中的你 在不经意之中 或拿起画笔 或拿起剪刀 开始创作属于你自己的艺术 现在我的剪纸手工已经做完了 你们猜哪个是我做的 那肯定是这个眼睛大的 像同龄的鱼是我做的 那这边这个老鼠是老师做的 2020年已经是到了鼠年了 在这里要祝大家鼠年大吉 年年有余 古老的生活方式和记忆沿袭至今 勤劳智慧的内江人有一双巧手 在他们手里 夏布这一拥有上千年历史的纺织品 正在焕发新的生机 农昌夏布是以天然纤维之王 筑麻为原料 经手工制成的一种平纹布 俗称麻布 农昌夏布编织工艺 是一种独特的工艺流程 它有打麻 计麻 晒麻 晚麻团 牵线 排线刷浆 织布 晒布漂洗 硬染等12道工序 每一道工序 仅凭着双手 一点一点造就成型 一匹夏布 耗时长 造价不菲 是难得的纺织品 这个呢就是夏布了 它摸起来 就像是一种比较粗犷的麻布 它的质地呢是比较硬的 那当地的这个汉安夏布绣啊 就是以这个夏布为绣料 融合鼠绣的工艺来进行刺绣的 可以说是当地的妇女指尖上的舞蹈 夏布绣顾名思义就是夏布上的刺绣 刺绣有着近三千年历史 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之一 与同为历史悠久的汉族传统夏布结合 粗广与细腻 质朴和繁腐的并存 而夏布上的刺绣则使用的是中国四大名秀之一 鼠绣的技法 一百种以上的针法 套针 晕针 铺针 斜滚针 足流针 横参针 扣针 耀然在古朴的夏布上 都说鼠绣难 其实夏布绣因为夏布这种独特的质地 夏布绣的难度会更大一些 因为针线是在刺绣的过程中 很不容易穿过这块夏布的 因此绣娘在刺绣的过程当中 手是很容易磨出厚茧的 绣娘不断翻飞的指尖 诞生了夏布绣这精妙绝伦的艺术品 情真易绣 绣不尽的是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对传统记忆的坚持与守护 我做这个夏布绣已经六年时间了 我们现在还有三十多个妇女 在从事这项工作 一般有农村留守妇女 还有一些城镇夏港女子港 她们在从事这个夏布绣 来制作 解决了她们的基本生活问题 这个夏布绣她有她的特色 她是我们打造的一个地方特色产品 她比较古朴 她主要是一副作品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 小福利十天可以完成 大福利要几个人同时协作 一个多月两个多月才能够完成 在内江市 还有一项市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距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并且被称为内江一绝 就在牛角田新村 烙画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原木明初烙画传入内江 它利用碳画原理 通过控温技巧 不识任何颜料 以烙为主 套彩为辅的表现手法 在竹木 宣纸 丝绢等材料上 勾画 烘烫作画 巧妙自然地 把绘画艺术的各种表现技术 与烙烫艺术融为一体 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汉安烙画根据烙笔的用力 烫点时间的长短 可以勾画烘烫出不一样的图案 具有浅浮雕的国画效果 一根铁针 一盏油灯 火光闪耀中 成就一幅古运流淌的画 独特的机理变化 使画面呈现出各色的图案 古朴典雅 这就是内江市中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 汉安烙画 铁为笔 木为纸的汉安烙画 不但让国画拥有了另一种表现形式 也为当地村民的生活 烫出了一份精彩 我1017年回来 本来说带娃娃 这村上又组织了个野小 就小学落花 我就参加 我就报名了 然后 我这也成了个落花村 回来来对这个收入也好 带娃娃也好 反正觉得还比较满意了 艺术的功用从来不是无用之用 牛角田村村民用锦心翘手描绘着他们脚下这片热图的好风景 这些图画不仅逾越了他们的身心 也贴补了家用 村民们的精神世界丰富了 荷包鼓起来了 在牛角田村 高雅艺术和生活兼容 阳春白雪和田间地头可以共存 内疆的山野间 既能捕捉到可以入化的好风光 也能体会到天地广阔 带个人的酣畅淋漓 在川南大草原 你能尽情享受天高云淡 草原风情 说起卡丁车 很多人都会想到F1方程式赛车 但是我没有那么专业高超的技术 所以今天只能来体验一下 草原卡丁车过简易的赛道 在川南大草原 您既能选择开着卡丁车 感受限速的忐忑和心情 也能用手和脚 感受离开地球表面的刺激和挑战 眼前这个娱乐项目 我想应该是一个 关于勇敢者的游戏了 我终于知道 这个为什么叫做步步惊心了 我真的走到这里 我的双脚就在打颤 是非常的紧张 在半空中体验了一把 行走在云端之上的感觉 便会觉得脚下的土地 格外的踏实 充满了安全感 在经历肾上腺素 飙升的游戏项目之后 我们可以放慢脚步 看一看这一片草原里 甜淡年轻的另一面 在川南大草原 可以邂逅到很多很多的惊喜 它不仅是有速度与激情的体验 还可以邂逅到我身旁的 这些可爱的萌萌的小动物 它们是挨招马 那边还有呆萌的羊托呢 萌宠乐园的动物种类多样 来到川南大草原 不管是带着家里的小朋友 还是成年人结伴来观赏 都是不错的选择 看到或活泼或安静的动物们 就可以把自己放空 细细体会在城市生活 无法感受到的自然生趣 这一刻人和动物在这方天地和谐共生 过来 它们哪里呆萌啊 明明就很高了 来到川南大草原啊 怎么能不看草原呢 首先啊 这里是一个丘陵草原 它的占地面积呢 有1500亩 而且在这个鸽子广场啊 还可以跟这里的鸽子 一起愉快的玩耍 来到川南大草原啊 你是不是会想到可以骑马了 那我要告诉大家 这里啊 有马 它们都是从内蒙过来的呀 每一匹啊 都是非常的乖巧 温顺 草原最美的花 火红的萨尔朗 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 流浪的人儿啊 心上有了它 千里万里也会回头啊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这匹乖巧的马 它叫做兔尔 它呢就在这个川南大草原里面 如果你们也喜欢它的话 一定要来看看它哦 我们现在呢 是来到了景区的最高点 这里有一个玻璃水滑道 它的全长呢 是有1200米啊 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将景区的美景 尽收眼底 西洋紫色的光辉 照耀在这片草原上 人 树 动物 都笼罩在暖暖的余温中 目睹着游人来往的野花 远在远方的风 比远方更远 明月如镜 高悬草原 映照悠悠岁月 只等你打马过这里 蒙古太远 就来川南大草原吧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在蒙古风情园啊 我身后这样一排排的 这个蒙古包都会亮起来 感觉整个人就是置身于 内蒙古的大草原上啊 非常的惬意 暮色似合 洁白的蒙古包 在灯火的映衬下 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食物的香气 和游人的笑语欢声 交织在一起 是一幅和乐温暖的画面 饭后 广场上点起了篝火 大家围坐在一起 跳着闹着 火光照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都是幸福的味道 蔓延开来 充满少数民族风情的 篝火时刻 让这个夜晚更加明媚 值得珍藏 在这里 你不仅可以感受到 南国的婉约 还能感受到 北国的豪放 在内疆的旅行中 我时常会发现 路上的风景 会比终点更值得期待 比如说秀娘们专注完成 一幅作品的神情 烙画在接触宣址 那一瞬间的碰撞 川南大草原上 不按常理出牌的风 不那么容易放飞的风筝 以及不那么爱搭理我的白鸽 这种不弃而喻的美丽 对我而言 才是旅行的意义所在 也是一座城市 不经意的灵魂所在 有人说内疆是一半山水 一半城 一半诗意 一半画 美丽的驼江穿承而过 赋予了这座城市活力无限 这里的人把日子 过得像画一样美 像糖一样甜 说到这儿啊 电视机前的您 是不是也开始思念 用脚步来丈量大自然美景的日子呢 别着急 我们再等一等 一切美好的事物 总会如约而至 走进美丽乡村 体验事与远方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见